吴尼罗 蜜蜜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您来关心疫情的最新消息了 新冠疫情 花莲县政府6月1号确诊新增了1493例 那么是由卫生局长朱家祥来主持 并且对于花莲县远距教学是否再延长一周 以及6岁童领取免费快筛试剂等问题进行回答 花莲县6月1号确诊新增1493例 由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今天的花莲县政府防疫记者会 教育处长翁舒敏列席 并对于花莲县的医疗资源远距教学是否再延长一周 并对于6岁童领取免费快筛试的方式进行回应 从今天开始 0到6岁的孩子可以用健保卡来领取5G的家用快筛试剂 也就是说你的出生年月日是在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 都可以来领05G 领的时间 就是135是身份试后面的是单号 246是身份试后面的双号 那礼拜天的话都可以领 那去哪里领呢 去我们的这个社区药局 就是你用健保卡去购买这个快筛试剂 去压快筛试剂的这个社区药局 或者是在偏乡的话 就是在我们的卫生所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